272. 信報財經新聞 東芝三任社長齊辭職 2015年7月22日 E.J.Global金融 A.18日本電子產品生產商東芝昨天宣布 社長田中九雄汐西奕納克 副會長作作木質副Norio Sasaki和顧問西田效忠 Extrushinichita齊齊為造假象一試引舊辭職 由於作作木和西田也曾擔任過社長 這二位東芝歷代三任社長同時辭職 不過,有關造假象的報告前晚公布後 東芝股價作急升於6% 股價增長於6%社長一直暫時由主席 執丁政治Message Murometry兼任 今天生效 東芝8月中將公布新營運體制 並於9月朝開臨時股東大會 檢討財務報告和選出新董事 東芝股價作天升6.1% 投資者對再沒其他新的負面消息 感到安慰 但即使計入作天的勝負 東芝股價至4月初爆出會計 醜聞以來也跌了近23% Commons資產管理首席基金經理 檢驗道孝進表示 機構投資者和長線基金已估出東芝 目前聲勢主要來自短線投資者 根據週一公布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概要 東芝在2008年至2014年約7年間 合共虛報了1518億日元 約95億港元 盈利 包括田中等歷代社長在內的高層都要負責 信金資產管理營運總監藤圓直樹指出 東芝是具代表性的日本企業 高層參與做假象將嚴重損害日本的國際形象 日本財務商麻生太郎表示 對東芝回計醜聞感到非常遺憾 EJ Global金融東芝三任社長齊辭職 new un 感谢观看